如果你說直播率 廣交所就先飛去 因為應該按道理業績很壞 對它的股價幫助應該都沒有什麼了 特別是因為始終投資的氣氛 現在這一陣子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廣交所就暫時先飛去 如果你用另外那兩者 好像你說《9018》 京東和《談信》的話 因為京東的業務的性質 跟阿里巴巴比較類似 所以你見到阿里巴巴的業績 就這麼叫做市場覺得不錯的話 京東的業績可能會不錯的 不過因為始終京東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它的業務的性質跟經濟銘感的相對比較高 你見到那個經濟狀況也不是太理想的 所以你只可以說 京東的業績是有機會 可能有些叫做性預期 但是也不會有太大的機門 但是相比之下 騰訊呢 因為騰訊是分兩方面的 如果你要用它的整體來說的話 我相信遊戲那邊 應該的表現都還可以的 因為你見到很多網站都覺得去遊戲那邊 因為有些版號又多 有些版號又去又有份 那海外市場那邊應該的表現又不是太差的 這方面我覺得應該會頂得住的 但是無奈就是因為本身大家之前的時間 比較大的叫做憧憬 就是那個叫做廣告收入 就是你見Q1的時間 其實那個廣告收入方面 那邊的表現是有少許讓大家失望的 那第二季會不會還是出料的表現是比較差呢 這個反而大家也要關注 還有可能公司的展望 你說未來第三季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那一番業績去搏的話 騰訊和京東都有些地方空間的 但是都是建議大家少住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市場的氣氛現在都排得比較差 那即使你的業績可能出到來是不錯也好 但是萬一市場的氣氛再轉壞的話 那機會去到股價 就是可能叫做那個表現不如如期那樣 所以變成你左右左右左右也好 都是只而少住的